這個藏病毒的話呢 其實大部分都會自己好起來 但是最怕的 最怕就是會引起重症 引起重症的部分的話 它主要會造成心肌炎或是腦炎 那是最重建的兩個嚴重的這個重症的情況 那它會出現一些前驅的症狀 包括就是它可能會嗜睡 意識不清楚 那可能說這個會持續的嘔吐 就是一般來講的話呢 它是我們吃東西會吐 那可能是比較像胃腸不素 但是我們吃東西也在吐 那可能就比較像腦壓增加 那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是它呼吸會心跳加快 跟心跳都會加快 這可能有一些心肌炎的症狀出來 那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就是 它可能會出現一個記要型的抽搐 馬介兒童醫院 兒醫部主任基辛詳細說明 罹患腸病毒重症時的主要症狀有哪些 由於腸病毒流行 逐漸進入高峰期 兩個月到六歲前的嬰幼兒 又是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施打腸病毒疫苗是最好的預防方法 不過施打兩劑腸病毒疫苗費用加起來將近萬元 自爆家中三保成兩度感染腸病毒的台北市長 蒋萬安特別召開記者會宣布 6月17號起將針對臺北市弱勢幼兒全面補助腸病毒71型疫苗接種費用 希望一起守護弱勢幼兒健康 最近已經進入到腸病毒的流行期 那預計這個月底到六月中會進入高峰 那其實衛福部有做過統計 近期我們因為腸病毒而急診的人次 創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這邊台北市我們對於照顧孩子 以及確保幼兒的健康一直是我們的使命 那我也跟陳局長我們討論 對於腸病毒疫苗的施打 其實是對於預防腸病毒以及後續可能的重症 是非常重要關鍵的一環 大家知道五歲以下的孩子特別是很有可能之後會轉為重症 他們是屬於高貢獻的族群 所以腸病毒疫苗的施打相關的費用其實也是非常的高 一劑要4000到4300左右 那兩劑完整的施打那就要接近萬元 所以對一般的家庭來講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自己就有實際的經驗喔 我的三寶他才一歲半 他就得過兩次腸病毒 那當然一次是去年 然後今年又再得 腸病毒其實非常的不舒服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小朋友就是好像喉嚨會有水泡 然後全身會有疹子 那他吞咽都很困難 會痛 所以原本像小感冒 我們就給大家多喝水啊喝奶 他大概會比較快好 但是因為喉嚨會痛 他甚至連喝奶都不願意 那更不用講照顧的爸爸媽媽或家人 其實也很辛苦 那如果又是雙新家庭 那小朋友如果有送去脫嬰脫幼 如果班上又必須停課或小朋友生病 還沒辦法到學校 其實對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困擾 也基於此我們特別在今天跟大家宣布 台北市我們對於相關的對象 給予重病毒71型疫苗補助免費施打 台北市衛生局長陳彥元也進一步說明 常病毒71型疫苗接種的補助對象條件 初步估計將有800名幼兒受惠 針對剛才市長提到的 我們台北市相對比較弱勢的一個家庭的孩童 來進行所謂的補助 包括低收、喊病、重病的兒童 還有脆弱家庭的兒童 還有剛才市長提到的關於關愛之家的一些院童們 我們給予補助 那只要攜帶相關的一個證件 包括兒童、健康手冊跟健保卡 到我們台北市的特約醫療院所 常病毒接種的一個特約醫療院所 那都可以接受免費的一個疫苗的接種 衛生局方面表示 目前常病毒流行已經進入高峰期 不過暑假可能又會有另外一波高峰 他們會持續觀察疫苗供應情況 以評估是否要擴大補助 台北市常病毒疫苗補助 一起守護幼兒健康 記者張棋藤台北報導 提ству全球 選擇 或許